黑哨誠死撐 解釋展報歪離 所以我認為 我們這個辯論應該結束了 強行終止人力拉布戰的曾鈺成 在閹割立法會之後五天 昨天才向立法會議員書面交代 用議事規則92條終止辯論的原因 他解釋 議員已經進行了廣泛而持久的辯論 所有議員已經有發言機會 拉布會令立法會事務停滯不前 但是這些全部都是歪理 有議員就踢包 議事規則92條 是說規則裡沒有規定的事情 自由主席作主 但是議事規則已經列明 議員有權發言 而在全體委員會會議 也就是當晚的中會 議員可以發言多過一次 即是說拉布是絕對可以的 主席只是有權 不讓議員重複發言內容 最嚴重的是法律顧問和秘書 日早已經提出要先問一問議員 鄭玉成當然沒有聽 他還認出上方保健之前 連法律意見都沒有諮詢 曾鈺玉成昨天還死撐 說當日在閉門會議 聽不到任何異議 他一說法文沒有人反對 他那三個鐘我已經調遲反對 我說我沒有可能接受這個場面 除了硬合理化自己 鄭玉成說秘書處徵衝過 退去邀結英國下議院秘書 對方說主席有最終決定權 但是沒有說有權終止辯論 人民力量決定在6月6日 向鄭玉成提出不信任動議 工黨、公民黨一直都支持 白甲黨呢?終於傾向支持了 好,謝謝大家